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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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過心的溫暖 沒有想要誰償還 沒有人願意孤單 所以希望每天都圓滿 曾經勇敢的承擔 現在不會成為負擔 沒有人願意轉彎 所以越走越心安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絆 風雨多變幻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那麼燦爛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絆 風雨多變幻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那麼燦爛 好 郭醫生是誰啊 有人疼就好 你要怎麼了 沒怎麼 郭醫生 是不是就是建軍的那個師姐啊 叫郭什麼 郭華對吧 他人什麼樣啊 齊歡還讓我幫著給接上男朋友呢 齊歡怎麼什麼都會 還不是為了他兒子啊 這郭華大俠也是個主任呢 找著了嗎 你問人家怎麼著呢 怎麼著也沒怎麼著 是你沒怎麼著還是他沒怎麼著啊 你把我弄得爪乾毛巾的 我能怎麼著 誰願意跟我怎麼著 真愛你的人就願意 你願意找一個拿你當飯片的 嫁漢嫁漢穿衣吃飯 女的嫁人不就圖這個嗎 我圖你這個了嗎 我當初認識你的時候 我嫁誰我找誰我混不上一口吃喝 我非得追著你 你們家是不是到現在都覺得 我沾了你多大的光啊 是金子到哪兒都發光 你是金子嫁給我委屈你了 你就甭跟我嚷嚷吧 咱們都離了還嚷嚷什麼呀 離了就完了 那還怎麼著啊 排隊的人可多了 來來快點 吃著吃著吧 行了啊 一會秋梅就來了 他們公司正好招聘的 你沒問題的 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 來快吃著 其實這個找工作 就跟娶媳婦一樣 只要你想接肯定就能急 問題就是喜歡不喜歡 那我是不是你喜歡的那種呀 當然 你還是我第一志願呢 你聽這意思 好像還有第二志願和第三志願呀 沒有 家裡有沒有其他志願呀 行 別鬧了 朱梅來了 朱梅 簡歷簡歷 太好了 一份兒夠吧 這是建軍的簡歷 怎麼樣 可是我們不要博士 為什麼呀 我們本科就夠了 而且我們招的是銷售 天天在天上飛來飛去的 陪人吃飯喝酒的那種 可是我看好多國企 他們必須得要是 博士畢業以上啊 那不是人家還有工作經驗嗎 人家說的是工作經驗優先 沒有說必須要有工作經驗 行了 說那有什麼用啊 那沒經驗想用 你不照樣也用嗎 我一同學跟我一樣 什麼經驗都沒有 就是人長得帥 讓你富二代看上了 那賠價就是藥廠 跟我一樣沒工作經驗 不照樣當總經理嗎 你這話是說我沒有陪嫁是吧 她是說嫌她媽生的不夠帥 行了 我得趕緊回去了 劉業不在公司 公司忙得很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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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她怎麼找著工作啊 我告訴你以後少搭理她啊 為什麼呀 為什麼 她拿你的朋友看了嗎 她以前沒住地兒的時候 天天給你打電話哭吞抹樂的 那好她現在幫你大款了 咱們現在求她一下 一句話就也否了 你成那樣子 她幫不上忙 她幫不上誰信啊 她還異校畢業的 聽什麼她能找工作呀 肯定有人幫她呀 讓她給我幫個忙 她幫不上 我告訴你 她就是不願意為你求人 你在她心目中也沒那麼重要 反正你以後少搭理她 最煩這種那麼勢力的人 回頭跟令愛強壯的滾蛋 自首找房子去 別老跟人那兒踢 你家這是怎麼了 說話都橫著出來 人青梅漿你惹你了 你這台機器該換了嗎 這台沒什麼毛病 太慢了 打一套小樣的好幾個小時 慢也算毛病 那當然了 還是大毛病呢 時間就是金錢 那你先去忙去 弄好了我給你快遞 算了 快遞明天能到就不錯了 跟他們招不起著急 你的腰去看了嗎 好了 你跟那個工醫生怎麼著了 我都問了好多回了 溫馨你總沒錯吧 這倆不鬧了 鬧什麼鬧啊 都五十多了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 睜一睜眼閉一隻眼就能完事嗎 喜歡當時恨不得倆眼都閉上 那他不是趕上一混蛋嗎 說曹操 曹操到 齊歡 劉燕啊 我想請你幫我出出主意 建軍啊 你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得重新給我拍一套 豬婚的照片啊 這個已經弄好了 那也得重拍 我得帶著這個 這是前兩天 春生上日本給我買的 是一個什麼名牌呢 什麼咪什麼K 我也記不得了 就這麼一串 好幾萬呢 我直說他 買這麼貴的幹嘛 代價的也看不出來 是真的 當然 那麼長呢 我先走了 柳燕 怎麼我一來你就要走啊 有什麼事非得瞞著我跟海強說呀 我這事吧還真用不著背著海強 但還真得背著點你 什麼事啊 你老公的事啊 我老公什麼事啊 你老公真愛你嗎 柳燕 你讓他說 你說 我提醒你一句啊 我剛才的是疑問句 我問完了 現在輪到你回答 你問我什麼了 你老公真愛你嗎 我老公真愛我不真愛我 幹你屁事啊 用著你關心嗎 你還沒老公呢 那是沒老公離了丟人 還是明知道自己的丈夫 在外面有女人 咱賴著不離更丟人 有老公了不起啊 他也跟你睡吧 幹什麼呢你們倆 幹什麼呢你們倆 好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啊 你好瑞瑟大串媒 刘总 我今天不过去了 你完的事以后替我去一趟活 待会儿我把地址和电话发给你 今天晚上必须达到 明年一早客户还要看呢 就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瞎说的 气你的 你好歹还有老公她有什么呀 你老公去日本还给你买这珍珠项链她有吗 行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好 她柳燕凭什么在我面前那么牛啊 真不明白 海强 你能不能给你姐姐我长点志气 你娶个好太太 别让这个柳燕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行 一定 等我挣了钱 我就买大房子 换大车 娶大美女 行吗 给咱们老令家 扬眉吐气 到时候 她柳燕想后悔的没脸后悔 让她凹头死 喂 喂 丽老师吗 我是秋梅 您待会儿在家吗 刘总让我去取糖氧片 我都在 你过来吧 谁电话呀 你怎么管那么多呢 我又不是你老公 好 喂 喂 你妈到底说什么了 能说什么呀 就是给柳燕打电话一直没人接 给办公室打呢 人说没有去办公室 所以怕她出事让我过去看看她 怕没去中毒什么的 那咱就过去看看呗 看什么呀 她能出什么事啊 我妈这种自作多情的事干了好几回了 人家就是故意不接她电话 她老求人家 人家能接她电话吗 专门的 自己还不知道 要不然我给她发个信心 你们说 这两天她要是方便的话 我就过去看看她 那她要是真的 真的故意躲着你怎么办呀 躲着肯定就给我回不用了谢谢呗 这样省得我也去看她活没活着 我特服我妈 她总是搞不清楚状况 老角人跟她特好 你看 又来了 喂 妈你说 我没时间 我忙着呢 那我玩上去看她行吗 我刚才给她发信息了 她没回可能是开会呢 那人家开会又不是非要在办公室 行了 别操心了 好吧 走吧 要不然咱继续看看呗 反正她也住这个小区 看什么看不看 你不累啊 又不是你亲吗 快走 你这人怎么这么 怎么了 觉得我特冷漠是吗 我告诉你 我实在不愿意热脸天的冷屁股 最近我想了半天 我终于想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人 非要死结败来往上爬 等你成功了以后 你往下一看 底下满脸的热脸 那你要混不好呢 你仰博一看全是冷屁股 行了 快走吧 走了 行了 回来了 吃饭了吗你们 吃过了 简军你那个简历刚才弄湿了 一会儿我给你冲打一会儿 没事 还你的木桶钱八千 我走了啊 再见 那好呗 你今天晚上 就乖乖地陪你媳妇呗 行 那就听你的呗 好 我到了 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秋梅 秋梅是吧 郑老师 那个 你先进去吧 屋里有人 我一会儿就回去 这姑娘我好像见过 怎么样 我找一个这样的 成吗 夏平吧 你怎么认识的 你怎么什么都问的 你要不说 我去问她去了啊 柳燕公司的来取样张 柳燕那儿的 没事 你看这个 来 来 来 这块 兄伟 林杰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来找立老师吧 喂 妈 行行行 那我现在就去李人家敲门 好不好 你别着急 我完了给你打电话 好吧 你还去啊 我得去他 我妈非让我过去 好 李老师她刚出去了 那你先走了 别拦着我 我要进去 进去干什么 跟这姑娘认识认识啊 请她吃个饭啊什么的 不用 这事你说了不算 这事啊还就我说了算 海强 你给我说实话 这事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 都知道什么 你说都知道什么 你干嘛拦着我非不让我进去啊 你这个人做事容易冲动 我是怕你 怕我什么 怕我宰着他 电话 晚上回来呀 几点回来呀 在家吃饭啊 好啊 我给你做 你想吃什么 简单点儿成 熬粥成呗 好 挂了啊 赶紧回家给你老公熬粥去吧 别的都是瞎掰 把老公攥手心是真的 我给你交代个任务啊 说 说 把那姑娘给我打听明白了 年岁 什么时候上柳燕那儿上的班 有没有男朋友 爹妈干什么的 都给我打听清楚了啊 听见了 听见了 你说这柳燕也挺奇怪的 她自己离这儿这么近 干嘛还非让你来娶啊 领导的吩咐照做就是了 问那么多 哎 你不知道她跟丽海强的关系啊 我知道啊 他们俩不是离了吗 但是好像柳燕 还是一直纠缠丽海强 你不知道柳燕这人 她离婚型 丽海强又是在找科普香 凭什么呀 你这么激动干嘛 好 杰军 有事啊 您 您在呢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谁的电话都没接 关这的吧 您生病了 那要不要去看看 算了 麻烦 不麻烦 我给您找人 我很多同学都在医院里 我有个师姐 现在还是主任的 哪个师姐啊 是不是你妈 让我给她接上男朋友的那个 公华 对对对对 就是她 她人怎么样了 多少岁数了 她 她人挺好的 今年大概三十二三吧 丽海强是怎么跟她认识的啊 这个 我 我不太清楚啊 你紧张什么呀 那个啊 是令海强姐姐和姐夫的照片 他们什么时候拍的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回头问问令老师吧 是她拍的 论什么 秋没问啊 你姐姐姐夫这照片 是什么时候拍的 这些啊 这些是最近拍的 她们结婚三十年了 等放假了 小孩从国外回来 准备办个仪式 三十年就要珍珠魂 她们打算在这个照片上 相乱珠子 她们真幸福 我姐啊 打小人她算过命 说她有忘夫孕 是 婷婷 你妈让我给你找个工作 我想过了 你呢是学医的 要是专业对口的话 那就得是在医院 可是现在的医院吧 像你这样的 在北京四十岁以前 是很难出头的 再加上呢 医生这个工作 本身压力就大 再加上 你生活的压力等等等等 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我先走了 连你还等我呢 好吧好吧 那你快去吧 好 妈 我来看过了 人没事 就说睡着了 没听着呗 儿子 你工作怎么样啊 你有什么事 你多问问柳燕 跟柳燕说说 她能帮你 我找她跟她说什么呀 她又不是我妈 她不会管我的 行了行了 您甭说了我知道 好吧 别操心了 好好好 七姐 坚军不在 李老师我先走了 这样我一会儿打给你 好好好 没事没事 走啊 别走呀 一块儿吃顿饭呗 你会坐呀 你忘了你还欠李老师一顿饭了 人家帮你找房子 你不是说一直要请人家吗 就是你啊 下回吧 真真我走了 走啊 拜拜 拜拜 那我送送你吧 健健怎么了 她是不是讨厌我 没有 求求柳燕吧 她认识人很多的 怎么 不爱求人啊 这可不行 有的时候该求还是得求的 她根本就不会求人 她根本就不会求人 求人就跟别人欠她的似的 好 疏念多了 行了 走了 喂 你干嘛 你干嘛非得对着秋梅那样啊 我怎么样了 那我应该怎么样啊 您来了 您慢点 是这样吗 建军 秋梅是连结的朋友 也不给秋梅面子 就等于说不给连结面子 就是啊 中国人得点面子 这话不对啊 外国人也讲面子 什么叫绅士风度啊 对父女要这样要那样的 说文明点 那叫尊重父女 说通俗点 那就是要给女人面子 我给她面子 她自己连脸都不要 我凭什么给她呀 喂 你怎么说话呢 人怎么不要脸了 她要脸 她能给别人当小三 还有不是故意给别人当小三的 那怎么着呢 人家拿枪顶她脑袋来 还是绑架她亲爹亲妈了 我告诉你啊 她是真正爱上人家了 爱上人家钱了吧 人家就不能爱一个有钱的了 这有错吗 她爱一个有钱的人 这没有错 但是有钱的人 是有老婆的 她这就叫破坏别人家庭吧 她没破坏 这一点我知道 她没有要求跟人家结婚 她凭什么要求跟人家结婚啊 这不就跟贩毒的走私的 要求有营业执照一样吗 她当小三 明知道人家有老婆还上 她还说自己不要婚姻 那该她要吗 对啊 该她要吗 再说她要人家给吗 她不要人家还跟她多混混 她要人家早把她揣了 那你们说 就嫁给你姐夫这样的一辈子 那能幸福吗 没钱的时候 跟她一起吃苦受累 流汗 好不容易有钱了 整天吵架 流泪 人家这才叫两口子啊 流汗流泪 流的那叫感情 打归打 闹归闹 感情在那儿呢 你可别羡慕小三 觉得当老婆的亏了 大多数的男人都这样 外头就算是有一百个女人 只要媳妇一闹腾 立马踏实 媳妇如手足 小三如衣服 手足就是老了 不好看了 不好用了 你能随便截肢吗 衣服呢 再好看再漂亮 就一件几百万 穿完了也就完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用手机慢慢跑 手机 不好意思啊 就三辆私的 不好意思啊 就三辆私的 好 哦 是吗 你也是 在那儿 吗 知道 有吗 海二 大 冷藏 小伟 秋梅 鱼怎么过来了 干吗 有事啊 老婆 姐 你 爱我老婆 我走了 喂 回来了 回来了 爸 你烦不烦呢你 怎么办呢 我觉得刚才秋梅肯定听见了 听见 听见没了 怎么办 你怎么这样啊 建均 你妈刚给你打电话了 你给她回个电话 她没事 你怎么知道她没事 她有事早打过来了 她强迫症 那晚上你们吃什么呀 我晚上有局 你晚上有局啊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 我没跟你说吗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了 我没跟你说晚上我要和雪农 她们一块儿吃三伙饭啊 不 下次你要是有局的话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行吗 现在跟你说不也一样吗 什么一样 我要早知道话 我就跟秋梅去吃了 你怎么就不能自个儿吃啊 那矫情怎么就 再说就一顿饭的事 马上就回来嘛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 对了 不要跟那个令老师学案房子嘛 是吧 要不玩意了啊 我先走了 可以 我先走了 回来啦 来 来 过来 过来 你这 这 这干什么这是 脱了 不 不 不 海里 海里 你听我说 你这样我可有点不习惯啊 谁这样你习惯啊 我 我 我先打个电话 我也给海里想打个电话 行 哎呀 你别关哪 我有事 你别耽误我事 以前没手机 也没见耽误过什么事啊 以后啊 到家就把手机关了 有重要客户留我的电话 我是你的秘书见媳妇 好 那我 我想喝口水 你把手机给我 你等着啊 你把手机倒好啦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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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儿这是 玫瑰味儿啊 我问什么水 崔晴水 哪 啊 我给我 出了一次张德士东西 她凭什么要求人家结婚啊 这不就跟贩毒的走私的 要求有营业执照一样吗 好 他当小三 明知道人有老婆还上了 他还说自己不要婚姻 那该他要了 少你爱我 爱你 说我爱你 别闹了 我真的 马上来回去 再说他要人家给吗 他不要人家还跟他多混混 他要人家早把他揣了 外头就算是有一百个女人 只要媳妇一闹立马踏实 媳妇如手足 小三如衣服 手足 就是老了 不好看了 不好用了 你能随便截肢吗 衣服呢 再好看 再漂亮 就一件几百万 穿完了也就完了 衣服的温手足 你能把收音机关掉吗 做买的做卖的推 对不起 我谢谢你了 跟老公吵架了 连靠的男人不吵架 那要天天向上相应的话 就不是连靠的 那要天天向上相应的话 你说几句 你不说那有吃的 那有吃的 那有吃的 姐姐 我吃那个 出了就脏了吃东西 不吃 你说的出来给我买好吃的 错不错错 还爷爷呢 爷爷呢 爷爷 爷爷 哎哎哎哎 干嘛干嘛 哎 我心脏可不好啊 我都好多年没坐你腿上了 怎么了 感觉怎么样 晕 下下下 我说海力 你这叫玩的这让哪一出啊这是 婚姻保鲜 你这叫婚姻保鲜啊 嗯 谁 谁教你的啊 你这叫恐怖袭击 赶紧下来下来 哎 我这辈子就你这姨老婆 你好好的 我心里都踏实了 知道吗 真的 咱老夫老妻子了 我骗你干嘛呀我 下来吧 我求你了啊 哎 哎 哼 我问你 在外面 有小姑娘向你献殷勤吗 那能没有吗 我 我都多大岁数了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有啊 哼 那满世界跟男人献殷勤的小姑娘 那能招吗 再说了 那殷勤 是白献的呀 哎我说你 有点不太对劲啊 你今儿怎么 说起这事来了呢 跟柳燕吵架了 他说你外面有人了 他说你外面有人了 柳燕说我外面有人了 嗯 他凭什么他 他明摆着他 他故意气你的吗 这你也信哪 上当了啊 看那儿 这点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 你怎么怎么又打起来了 打倒了 呦 我的妈呀 这感觉 照样子来呀 拿着呢 我们打开多了 人在家 行走起来 我这胳膊妈妈 嗯 找机会 我得跟你秋梅解释一下 什么解释 我觉得你们刚才说的话 他肯定听见了 这种事越描越黑 真好吧 你跟她说说 她还年轻 趁着是机会 找个正经的当 是琼梅 喂 你妈最近还来北京吗 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治疗仪 治静椎的 下次让她帮我带一下行吗 见经他们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别解释 爸 他们说得对 我就是个傻子 说不定人家跟老婆过得挺好的 就是跟我忘了 我还挺当正的 行了 不说了 拜拜 她绝着停电了 琪姐 忘了 忘了 对不起 那个建军啊 她出去同学聚会了 找我 什么事 海前啊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人家建军想留在北京闯一闯 我也答应了 可是现在 到现在建军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大姐能在小地方生活了一辈子 护士长主任找你 好 我对北京也不大懂 好多事情我也不大明白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这样吧 我这临时有点事 回头再打给你 你和柳燕都好吧 你跟她说她爸妈都好着呢 我刚去看我身体背硬了 好 我挂了啊 她说什么了 她怎么说的呀 她是不是要进军回去啊 你的父母是怎么想的 人家的父母就是怎么想的 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都不想让自个儿的孩子受委屈 我父母已经够让步的了 你愁你这个委屈劲 我要是建军啊 我才不娶你呢 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就好像人欠了你几条命似的 我爸妈也是为了 我们两个人的幸福呀 幸福 多少人假借你的名义 制造出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啊 我能问你个事吗 问 你为什么跟柳样离婚呢 问这个干嘛 就是想问了呗 等我想好了就告诉你 会不会是因为柳样太优秀了 什么意思啊 太优秀了 我发现啊 一般特别优秀的女人 第一次婚姻肯定得失败 对 我明白了 以后人再问我说你为什么离婚 我就说呀 我不够优秀 不够出色 不能满足一个 有追求有理想的妇女 对丈夫的要求 所以 我被淘汰了 你真没必要跟柳样较这个劲 真的 可我就看不惯她那样 好像天生旧的男人围着她转 你看你看 那是人家的本事 就跟那 杂技团的小姑娘耍盘子那个 你看六七个盘子在她手上 挨个都转着 就是不掉下来 那人家的功夫啊 那什么功夫啊 那叫耍男人功夫 我说你们男人 是不是都想当那六七个盘子啊 让那小姑娘耍一个都够 你看你看 你要这么说 咱俩这天没法聊了啊 春生 你给我说实话 你外面真没人 说实话 真没有 你真要外面有人也没关系 你跟我说 别满世界都知道了 只有我像傻子似的 好吗 你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 春生 我给你当了一辈子的媳妇 别灵了灵了的 把我扔半道上 人活一张脸 你要把我这脸给撕了 我就没法活了 海力 我救你这一媳妇 我刚才说了 这一辈子啊 那下辈子呢 下 下辈子 还在一块儿 还在一块儿 我这一片子 在我身边的 我来说 我不想有什么 我来说 你也不想知道 你要知道 我来说 你也不想知道 我来说 你如果我来说 我来说 你还把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